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冬季正是进步的季节 羊肉呢,属于温馨食材 在这寒冷的季节 给家人做上一碗羊肉汤 真的是软腥软身又软胃 不过炖羊肉汤时 我们要切记三放三不放 这样炖羊肉的汤 才会汤鲜味美 羊肉软了,不煽也不柴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 在家你也能轻松搞定 炖出来的汤一点也不出饭店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 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新鲜的羊排 这羊皮上的猪毛 我已经给它烫掉了 这样的话做出来不会有毛腥味 我们沿着排骨 这个欧陷的位置 给它切上一刀 将排骨给它分开 处理好之后 再将羊肉剁成修长一点的块 羊肉新温 最适合秋冬季节食用 不但可以预风弹 还能补充身体营养所需 剁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我们也可以找老板提前帮我们剁好 不然的话很容易伤丁板 我们来看一下 剁好之后 直接给它放入大碗中 接着我们将羊肉处理一下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来点高度白酒 再加入多一点的温水 给它没过羊肉 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白酒能有效的去除三味 将羊肉多给它抓拌一会儿 然后给它放一旁 浸泡一小时 泡出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准备把小葱 我们只取葱叶 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小碗中 几个小米椒 给它切成细圈 切好放入小碗中 一把蒜子 给它切成蒜末 切好放入小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芝麻 能吃辣的朋友 再来一勺西辣椒面 不能吃辣的话可以不放 再提前烧点热油 给它淋在食材上 激发出食材的香味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一个蘸羊肉料汁 就调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羊肉 也泡出了很多的血水和杂质 这也是羊肉三味的来源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来 用流动的清水 多给它冲洗几遍 直到像视频中这样 洗至水清澈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来 直接给它放入锅内 再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给它没过羊肉 再开大火 给它煮开 加入一块拍扁的生姜 和一把葱 再来点高度白酒 给它去腥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冷水给它上锅 把里面的血沫子 给它煮出来 像这样慢慢的给它煮 随着温度的升高 这些血沫子 慢慢的就溢出来了 然后我们用勺子 将血沫子给它撇干净 像这样撇干净以后 然后再给它煮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再用漏勺 给它捞出来控水 再放到清水里面 给它洗掉上面 残留的血沫子 这里我们一定要用温水洗 如果用冷水洗的话 做出来 就会发柴发硬 洗干净之后 给它捞出来控水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砂锅 锅底给它裂上姜片 把洗干净的羊肉 给它倒到砂锅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101度的滚烫的开水 给它没过羊肉 炖羊肉 一定要记住 三放 三不放 三放 吃放哪里三样呢 三奈 白纸 当归 这三种药材 不仅可以增香 而且还可以去除羊肉的膳味 每一斤羊肉 各放一克 我们三不放花椒 八角 桂皮 如果加了的话 炖着的汤 容易发黑 而且还会夺取羊肉的鲜味 这三样食材 如果记不住的话 大家一定要用小本子 给它记录起来 炖羊肉的时候 加上这三样 炖出来 汤鲜味美 我们开大火 给它煮开 煮开以后 我们扣上盖子 然后转小火 炖50分钟 准备羊肉的时间 我们来准备跟白萝卜 只取一小半 这种萝卜 是我自家种的 这种自家种的白萝卜 吃起来格外的甜 用它搭配羊肉 那真的是绝配 味道真的是棒极了 而且还可以去除羊肉的膳味 去皮洗净后 然后给它改刀 切成小一点的粉刀块 切好 放入碗中备用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 哇 真的是好鲜香啊 整栋都能闻到羊肉的香味 这时候我们的羊肉 也炖得七八成熟了 然后我们再下入萝卜 再给它炖20分钟 用筷子给它搅动搅动 让萝卜 泡在汤汁里面 时间到 我们给它开开 来看一下 炖汤的话 我们都一般最后来调味 也不需要过多的调料 只需要加盐 和胡椒粉就可以 最后调味的话 汤鲜味更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羊肉 也炖得软烂脱骨 非常的漂亮 萝卜也吸足了汤汁 非常的入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汤的颜色 也是非常的浓白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三个要领 三放三不放 好了 我们将火关掉 抓上餐桌 就可以立马开喝了 这羊肉沾上料汁 看着都流口水 真的是非常的香 加萝卜吧 谢谢老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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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宇这个汤 有没有羊肉的沙味 没有 我觉得这个汤很鲜 没有沙味是吧 喝完汤汁 喝完汤 这羊肉沾点料汁 吃起来也是比较很好的 多喝一碗 太香了 太香了 好了 学会以后赶紧给您的家人朋友分享吧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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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等之前记得给一个赖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